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工作是帮人四处收账 所以每天都得翻山越岭 不过还好 一路上还有小狗金尖陪着他 一天晚上 宁采成和金尖在一间荒宅站住 突然来了两个和尚 他们分别是石芳和白云大师 看过《切牛魂3》的观众应该知道他们 他们师徒就像炼吉似的 一路上到处找鬼怪来杀 上完这里的小鬼后 石芳把地图给宁采成看 叫他避开鬼怪多的地方 而在这时 烟赤霞也登场了 他和白云大师一样也是个抓鬼皇模 每天带着自己的机器人道神道 试图抓鬼 抢走了师徒不少经验 不过虽然是佛道两家 但是都属于正道 因此白云和烟赤霞虽然互相讨厌对方 但是也没起过什么冲突 试图二人告别宁采成后 继续自己的炼吉之旅 宁采成走着走着 走到了鬼界也不知道 还敢找鬼要杖 不过也没鬼注意到宁采成是人类 正在这时 女主角小倩登场 宁采成对他一见钟情 被迷的神魂颠倒的宁采成 在搭出租车的时候才发现 这里是鬼界 为了不被其他正在用餐的鬼发现 于是化了个妆 顺利的瞒过了这些鬼 这时小倩再次出现 原来他已经发现了宁采成是人类 于是打算把他抓回去给姥姥姥姥姥姥需要人类的元神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过了一会儿 这里的鬼都听到了人类的心跳声 于是小倩就掩护了宁采成离开这里 在小倩准备对宁采成下嘴的时候 同时小蝶突然打来电话 打扰了小倩的行动 而在此时 燕赤霞来到了这里刷怪 小倩被燕赤霞击中 宁采成拼了命救他 燕赤霞发现宁采成是人类后停止了攻击 这时这里的boss姥姥出现了 与燕赤霞开始战斗 宁采成和小倩掉到了楼梯轨身上 并没有受伤 燕赤霞和姥姥胜负未分 而楼梯鬼则带着他俩狂奔 原来现在是轮回火车开动的时间 他要赶着去搭车 进入轮回隧道投胎 不过很可惜 楼梯鬼没搭上 小倩和宁采成则跳上了火车 小蝶突然来抢人 于是小倩和小蝶展开了一场空中大战 结果宁采成和小倩掉下了人一线 小倩见不得阳光 于是只能躲在水里 宁采成想到办法 让小倩躲进他的伞里 于是顺利的带着小倩离开了这里 小倩要求宁采成帮他找男友 小倩的男友黑三老妖是鬼界的大明星 今天要在郭北县开演唱会 于是小倩一路都在催宁采成赶路 路上碰到了燕赤霞 燕赤霞知道宁采成和小倩的关系后 选择相信宁采成 于是就不再对付小倩了 不过还是好心提醒了宁采成要小心 而在此时白云师徒来到这里 看到燕赤霞和女鬼混在一起 强行把燕赤霞划分到邪道上 立刻与燕赤霞展开了一场大战 这明显是在公报私仇 燕赤霞的道神道被毁了 不过还好保住了宁采成和小倩 他俩总算赶上了演唱会 小倩看到男友黑三老妖在唱歌 立刻上去伴舞 不过由于小蝶的捣乱 小倩不小心扯断了黑三老妖的两根头发 惹怒了黑三老妖 黑三老妖可不管小倩是不是他女朋友 立刻对小倩动手 这时白云和十方赶到这里 黑三老妖被白云烧毁了一头秀发 黑三老妖自知不敌遁地逃走 伤心的小倩吸出了宁采成的元神 将宁采成的元神送给了姥姥 关键时刻 小倩想起了之前的一切 突然开始后悔 又将宁采成的元神抢了回来 而小蝶这个时候突然叛变 决定帮小倩偷偷用蝴蝶拖延时间 此时姥姥刚好游进灯窟 生命走到了尽头 跑走后 宁采成和小倩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他俩决定一起投胎 只要在轮回隧道里避开了无清锤的攻击 就能保留记忆去投胎 因为在投胎之前能知道自己的出生位置 所以两人投胎后还能找到对方 此时黑三老妖突然出现 因为在鬼界 所有的鬼都喜欢她 崇拜她 这次小倩居然不理她 使她大为恼火 一路追杀到了轮回火车上 还好烟赤侠及时赶到 轻易战胜了黑三老妖 随后白云师徒也来到了这里 以铲除邪道烟赤侠为名 滥杀无辜 连火车上那些准备去投胎的普通鬼也不放过 十方甚至用法宝 强行堵住轮回火车前进的道路 是要将这一火车的鬼魂全部杀掉 烟赤侠用尽一生的修为作为代驾 将白云重创 这下两人都没有法力了 于是开始肉搏 最后轮回隧道将所有人都吸了进来 互相告知出生地后 宁采成告别了小倩 可就在这时 正在肉搏的三人不小心把宁采成撞出了轮回隧道 宁采成投胎失败 回到了人间 宁采成醒来后 发现自己目前所在的位置 正是小倩的出生地 立刻跑到村子里查看 看到白云 十方和烟赤侠三人投胎成了兄弟 而自己的前女友小兰 刚刚踩下一名婴儿 宁采成发现 这名婴儿居然是男的 影片最后 小狗金尖投胎成了猫 将伞叼给了宁采成 原来看到宁采成掉出轮回隧道后 小倩也逃出了轮回隧道 躲进了伞里 宁采成跳进水里打开伞 见到了小倩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的台词是真的搞笑 我看的是国语版的 很轻松 很诙谐 值得一提的是 片中小狗金尖是编剧徐克亲自配音的 不过并没有台词 好了 就说这么多 我是奥雷 我们明天见 这么多小狗的几天 来自用风格泪 优优独播剧场 谢谢观看